大家好,我是黄静元,来自武汉市中医医院, 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峰会常务委员, 武汉市中医药学会智慧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健康养生相关的话题。 健康养生实际上它是两个概念, 养生的目的是健康,养生是因,健康是果。 谈起养生,大家都跟中医联系在一起, 因为中医药学连接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黄历内经》开篇第一篇就这样说的。 两种人,一种是春秋皆得百岁而众主不衰, 第二种人,连半百而众主皆衰,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它也有说明, 第一种人,它是法于阴阳,何于叙述, 时因有节,起居有常,不亡坐牢, 所以它能够尽忠其天年度百岁来去。 那么第二种人,它是以久为将,以望为常。 这一御房,以好善其真,以御结其今, 不知磁满,不识御神, 利于生乐,起居无常, 故半百而衰。 这两种人,它就说明了养生与健康密切相关。 那么我们如何养生呢? 大家对健康非常关注, 但是对于养生这一块,还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种就是说, 养生是连老的人,或者是不健康人的事情, 我们一般人可以不注重它。 第二种是,养生很难,养生很神秘, 实际不忍。 因为健康是我们前生命周期的, 人从生、长、状、老,各个阶段, 它都有不同的一个生命规律, 而我们的健康像银行的持续一样, 需要精心地呵护。 我们养生关注的越多, 那么我们人体就更健康。 所以养生它是一个从生、长、状、老、 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调理过程。 那么养生难吗? 实际上养生不难, 迅起自然。 我们《道德经》说得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个自然就是这个自然, 就是这个道法自然的自然。 实际上我们人生站在天地之间,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 受事实之法而成。 所以我们必须征询天地的运行和万物的生长的规律, 这个就是自然。 养生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说了运动养生, 事实养生, 饮食养生, 情质养生, 等等。 养生一般遵循四个原则。 一, 阴阳平衡原则。 二, 天人合一原则。 三, 行神与共原则。 四, 辩证施养原则。 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 能够做到的有五个方面。 一个是饮食养生。 第二个是起居养生。 第三是情质养生。 第四是运动养生。 第五是经络养生。 这五个方面。 实际上我们过国, 过地的人民由于生活的环境、文化背景, 宗教信仰它不一样。 那么在饮食、 起居和群制方面可能差异比较大。 那么在运动和经络这个方面, 我觉得有些很多相似之处。 那么为什么要养生呢? 实际上中医它有一个观念叫自卫病。 什么是自卫病呢? 我们黄帝内经也说了好。 自故圣人不自已病,自未病, 不自已难,自未难。 否病已成而后要之, 难已成而后自之。 譬如, 渴而穿紧, 痘而居追, 不予往。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 我们要防卫痘间, 要聚集养生。 也就是我们自卫病说的, 卫病先防。 实际上我们自卫病, 大家可能有一些不理解。 卫病, 什么是卫病呢? 包括三个方面, 育而未沉, 萌而未发, 轻而未重。 所以, 这三个方面, 为什么是育而未发呢? 因为你有这种体质有这种疾病倾向, 所以在这之前你就要进行干预。 萌而未发是什么呢? 你这个疾病有的那种迹象, 有的那种感冒, 有点鼻塞了, 头痛了, 但是还没有打到感冒的这种症状, 这次希望我们要赶快治疗。 另外一个, 疾病比较轻的时候, 也拿感冒做的为例子, 刚开始是有头痛发烧, 还没有去一些消化痘的症状, 所以叫轻而未重, 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地治疗。 养生也是一样, 要防患于未然。 所以我们在养生这个方面, 一定要注重两个理念, 第一, 养生是我们生长壮老前生命周期的一个调理过程, 第二, 养生它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衣食住行等几个方面, 所以我们牢记养生是我们健康的重要保障, 而且健康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牢记这个观念, 那么我们的养生的理念形成, 那么我们的一些动作的规范也更好一些。 好,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